根據《紐約時報》12月4日有一篇文章 題目是武裝分子火箭彈擊中了 與以色列核導彈計劃有關的基地 這題目有幾個問題在裡面 第1個是10月7日前後 有人看回NASA的圖像 發覺有火箭彈曾經擊中了以色列中部 一處很可能與以色列核武器項目有關的軍事基地 當然發射火箭彈的最有可能就是哈瑪斯 《紐約時報》4日報道說衛星圖像的分析發現 在10月7日當日 他們是說哈瑪斯發動軍事行動那一天 從加沙發射了一枚火箭彈 打中了以色列中部的斯多特米哈軍事基地 有專家認為 那軍事基地是儲藏了以色列擁有的 可攜帶核彈頭的導彈 以軍的基地是具備核能力的導彈 這個本身的核導彈是沒有被擊中的 但是火箭彈就引發了一場大火 火勢是迫近了儲存導彈設施 和一些其他很敏感的或者危險的裝置 據報導這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是用於一個探測野火或者山火的 衛星圖像的圖片 它確定到 斯多特米哈基地 遭遇過火災 這個火災是由火箭彈襲擊引發的 根據他們的專家說 自從2004年以來 這個基地從來沒有因為任何原因 發生接近類似規模的火災 報導說到以色列 他自己國家本身 從未承認 他是有核武器的存在 他沒有說過自己是有核武器的 以色列 雖然是這麼說 但是以色列的很多內部人士 其實早前都看到 他的官員和軍隊都說 用核彈去對付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的內部人士 美國的官員 以及一些衛星圖像的分析師 都認為以色列擁有 至少是有少量的核武器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 一個叫核信息項目的負責人 他叫克里斯騰森 告訴紐約時報 根據他的評估 這個基地 不是整個以色列 這個基地可能有25到50枚 具備核能力的 傑里科導彈 根據專家和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 說到以色列的 傑里科導彈是可以裝備核彈頭的 這位專家 克里斯騰森就說 他說這些核彈頭 彈頭是擺在另外一些地方 是遠離了基地的 因此就算是被基地被 被導彈火箭襲擊 都沒有直接威脅到 會令到核武器 威脅到核武器 或者引起更大的災難 應該是沒有的 紐約時報就說這一次 是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第一次 襲擊被懷疑藏有以色列核武器的地點 現在是不清楚這些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 究竟他自己清楚他們攻擊目標的具體情況 因為他只是隨便射一些火箭彈撞中 因為他是有意思知道那裡有核武器 所以專門去襲擊目標 現在究竟武裝分子是清楚還是不清楚 這個情況大家是不清楚的 即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但是哈馬斯方面對這個 攻擊是沒有回應的 沒有說是 也沒有說是 也沒有說不知道 據報導以色列的國防軍發言人說 他是拒絕媒體的調查結果發表評論 除了哈馬斯之外 以色列的軍方也不評論這件事 不過自從10月7日的襲擊以來 以色列似乎已經意識到 火箭彈可能會襲擊斯多特米哈軍事基地 這個威脅是存在的 他們雖然沒有回應傳媒的問題 但是他們是有做到相應的措施 因為那些專家又看回最新的 衛星圖像的顯示 在火箭彈擊中 那個軍事基地的附近 竟然是出現了新的 防護屏障 很可能這些防護屏障 應該是用來加強保護這個基地 怕它會再打過來 另外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也是圍繞了巴爾的衝突 但是我是說美國的立場 原來美國政府 現在被爆出來 已經靜靜地 是在起草 戰後 所謂 戰後 即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或者哈馬斯戰後 怎樣去處理加沙這個地帶的管治 美國開始部署一個計劃 美國的政客新聞網在12月4日就說 拜登政府靜靜地起草了一份 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 說他做了一份多階段的戰後計劃 打算最後的目的 就是把改組之後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用這個機構去最終接管這個加沙地帶 以後我們經常說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究竟這是什麼來的呢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全名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有時候的譯名叫做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1994年5月12日成立的 這個機構 是根據巴爾 關於擴大巴勒斯坦 在約旦河西岸自治協議的安排 即是以色列後參與 這個協議的安排之下 產生的一個機構 巴勒斯坦第一次 根據這個協議就舉行了第一次的大選 就選舉了巴勒斯坦民族 權力機構的主席 以及立法委員會 這是一個自治政府來的 報道說 報道說儘管 把權力交給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這個方案 並不是完美 大家都知道 各方都知道 但是美國官員認為 這個已經是對保經戰亂的平民 加沙的平民傷亡的那麼慘重 對這些人來說 這個已經是最好的選擇 最好的安排 美國政府的官員就透露 自從10月中旬以來 美國國務院 白宮和其他美國政府的部門 都陸續續招開一些跨部門 跨機構的會議 希望能研究到或者閃述到 在加沙戰後的治理計劃 因為始終都要有人去管理 以色列沒有說要長期霸佔 雖然他經常說要安全保護都在 但是這個是全世界 幾乎是國際社會沒有人贊同的 所以一定有一個治理的方案 包括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內的 不少的一些美國官員 宣稱 他說改革之後 重振活力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應該管理加沙地帶 意思是說現在不行 現在他沒有這樣的能力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所以要改革之後 要重新注入一些元素 改革活力之後 就找他來管理加沙地帶 但是話雖如此 但是他沒有透露到 包括布林肯 具體的運作方式和細節 怎樣才能讓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有能力去管治戰後的加沙地帶 但是這個想法 很明顯是遭到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湖的抵制 內塔尼亞湖實際上是排除了 這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未來 在加沙發揮作用的可能性 其他除了內塔尼亞湖總理之外 其他以色列官員怎麼說 根據全球接觸 這些其他的所謂以色列官員 他們都不願意討論 免得談 除了 目前 是說怎樣戰爭 眼下的戰爭問題 怎樣打 要派什麼人去打 以色列官員都沒有興趣談其他 不要說戰後的事 而且即時他就要打 就算是這樣 雖然以色列的反應是這樣的 即是沒有反應 或者是不太支持 但是制定具體計劃的美國一些 所謂戰略家或者官員 還不斷把目光投向 巴勒斯坦的權力機構 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最可行 是一個唯一的選擇 拜登政府的內部提出 一旦以色列的軍隊和哈馬斯的武裝分子 之間打完仗 戰鬥始終有結束的一天 加沙就要開始進行 多階段的一些重建工作 也要重建的 很多人在這裡住 打到爛了 醫院、學校、住房 也要搞的 加沙在戰後急需 一支國際部隊維持穩定的 也要維和的 隨後 由改組之後 即是經常都要改組 即是現在不行 即是說改組之後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讓他們長期接管 加沙的地帶 即是趕走了 或者是消滅了哈馬斯之後 都要找巴勒斯坦人來管 現在唯一 的選擇似乎就是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這一項戰後計劃的關鍵部分 包括是增加 美國向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提供一些安全的援助 因為他不行 沒有什麼能力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當然 現在美國就是在說 美國會提供一些援助給你 安全的援助 同時要允許 美國的安全協調員 發揮更大的作用 安全協調員 從美國派去的 他沒有說他去管加沙 協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去管加沙 相信美國的角色 相當重要 一位美國官員就表示 要想實現這個計劃 真的很難 因為沒有一個明確 或者簡單的答案 美國的官員就說 大家都是強烈希望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在加沙能夠發揮治理的作用 但他面臨有很多問題 包括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合法性 治理的能力 等等 都是主導重大的挑戰 也未必那麼容易管得到 拜登在上個月曾經表示 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 最終應該是統一 而且是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管理 這是拜登說的上個月 他也明確表示 兩國方案是確保以色列 以及巴勒斯坦人民 長期安全的 唯一途徑 這是拜登上個月說的 對於拜登的想法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雖然他沒有直接 拒絕 但是他經常說的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以目前的形式 或者目前的情況 沒有能力承擔 對加沙的責任 政客新聞網也說 究竟決定由誰來 維護戰後加沙的秩序 是一個很重要的難題 美國 就是認為 唯一選擇就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但是以色列又怎麽會相信他 他不是相信他管得不好 他怎麽相信他 保證他安全 不會再有類似哈馬斯的補裝 再去襲擊以色列 當然他一定要找一些 他絕對信任的機構 或者人去管理戰後的加沙 最順的一個當然是他自己 一名以色列的官員表示 實際上這位官員這樣說 美國和以色列 對於加沙戰後的治理的分歧其實不大 他這樣說 他說兩個政府都同意 目前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管不了 他只是說這件事 現在是不行 一個重新有活力的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經過改革之後 或者能夠做得到 但是 雙方美國和以色列 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應該是怎麽樣呢 亦都沒有說 在討論戰後加沙的前景同時 有些分析人士就開始擔心 你說戰後 但是怎麽樣定義戰後 也是一個問題 甚至什麽叫戰後呢 這是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爭論點 畢竟美國不是說了事 不是吹吹口哨 所有人都放下武器 戰後可能是很多年之後 你怎麽知道他打多久 怎麽肯放下這槍 那美國人說 那些官員就說 以色列人是現在 根本都沒有心談論 第二天的事情 他只是關注目前的戰事 所以他們認為戰後的事 是沒有太多吸引力和討論的餘地 意思根本以色列都沒有興趣跟你談 當然 他可能根本也是不想談 先就是解決了目前 他需要做的就是解決哈馬斯的問題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麽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者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鹿語人金融hi-ti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鹿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 歡迎全球觀衆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